或许很多人认为动物仅仅是动物,是为了满足生态多样化,或者人的需求而生,尤其是今天的主角,西班牙公牛。 然而一名男子救了一头斗牛,没想到这头斗牛却温暖他一生,这也太暖了。 所以本期大可看齐文话题,西班牙斗牛的温暖,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 西班牙斗牛是为了决斗而生,它们从小就只有一个目标,也就是让牛角更尖锐,让身体更强大,更有力量。 因此西班牙斗牛被称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。 法国一个农民去西班牙旅游,他从未想过这一次平常的旅游会改变他一生。 这一位农民叫克里斯托夫,他进过一个斗牛场并看到一些雄伟的斗牛, 其中一只斗牛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 斗牛的眼睛圆圆的,静一静看着克里斯托夫。 这时斗牛将要参加战斗,要知道,斗牛一旦上了竞技场,就会斗得你死我活。 如果斗牛输了,就会面临死亡,如果斗牛赢了,会面临斗牛式的裁决。 不知道为什么,克里斯托夫觉得他有些可怜,于是掏出自己所有的期许,买下了这一头斗牛。 周围的人都嘲笑克里斯托夫,但是克里斯托夫并不想让这头斗牛死在竞技场上。 他把这一头强壮的斗牛迁回了自己的农场,并给他配备了一个特殊的围场。 从一开始,斗牛就表现得非常冷静,身上完全没有一点暴躁,只会用着漆黑的眼睛静静看着克里斯托夫。 克里斯托夫每天给斗牛带来干净的草,看着斗牛有着健康正常的食欲,他终于放下心来,但是他仍然对斗牛感到恐惧。 毕竟斗牛头上有着巨大的尖角,这可是致命的武器。 如果斗牛突然对他发起攻击,他完全抵挡不住。 日子渐渐过去了,虽然克里斯托夫可以抚摸斗牛,跟牛一样散步,但是它们之间还保持着距离。 直到有一天,克里斯托夫在清理斗牛的出篮时,接着他感到自己有点累了,于是坐在旁边休息。 没想到他感觉到身后温暖的触碰,斗牛在他身后轻轻用脑袋靠着他的肩膀。 这一刻,克里斯托夫内心涌出一股莫名的情绪,他感受到斗牛的关心。 他突然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从那以后,他与斗牛之间的隔阂消失了,他开始把斗牛当成自己的朋友。 而漆黑剑说的斗牛竟然如同闯卫一般温顺友好。 克里斯托夫可以紧紧挨着他,即使他穿着红色衣服,这是一种会让公牛愤怒的颜色。 但是斗牛依然友好对他,他们喜欢一起躺在草地上,一起享受美丽的日落。 他救了这头西班牙斗牛,没想到斗牛却温暖了他的一生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观看。